HELLO 大家看到這個就知道我們是拍什麼 就是拍超人Z變身器 我之前拍過超人Z不同形態幣的組合 有基本形態 即是這三個變身器 有跟藍色盒的歷史形態 還有超人迪加加亞的未來形態 也有 但唯獨是它的最終形態 它的最終形態是德爾塔昇華歐爪形態 那三個幣就找來找去都不見了 那三個幣的樣子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最終形態 它要這三個幣的 黃金色的 超美 但真的找不到 就是這三個幣 我看完都不見了 但網上有些失物圖 所以 我又逛街 無意之中就看到 原來有些幣是特別版幣 就要買超人公仔就會附送的 那我今天出街就看到有一個超人公仔 它附送這個幣就厲害了 就是剛才那三個幣的合體 分別有這三個超人 那三個超人呢 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分別就是超人耳式的極越形態 烏尼亞的強化形態 還有超人捷達 就是超人G 那幣是怎樣呢 就是這個了 第一代就是這樣 連一個超人的 這個就是它的最終形態的樣子 就是這樣了 買這個公仔 哇 超貴 是新出的 除了這個公仔之外 還有以下這幾款 有不同的超人公仔 首先呢 就有這一款 黃色的 那這個就是未來形態 有超人Digga-de-na-gai-a 那原本都有了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 另外一款 就是原裝的基本形態 都沒有買 還有白色 就是我們這條片的一個 好了 回來啦 就有這個超人 先說一下超人 這個就是超人二色的最終形態 但是呢 就不知為何變了透明 那它背部有張卡 喂 監製不要搶著 那就是日本製的 又是適合三歲以上的小朋友玩 那裏面呢 就是說 如果用變身器 就有兩種東西 如果在外面遊戲機玩 就有另外一些形態 那這個超人公仔 有什麼好東西呢 那兩隻手可以舉起 那兩隻手 那頭是領不到的 那隻腳都動不到 但是那條腰呢 就可以另來 360度都可以的 那其實這個都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這一個 那這個幣 已經給大家看一下了 那這個幣呢 背面呢 就是這樣的 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搶著啊 背面呢 就是這樣的 正面呢就是這樣 有三個超人的 那就是 一用這個幣呢 就可以變成 超人儀式的 最終形態了 那我們現在試下 那首先又是拆回主角卡 監製麻煩你了 V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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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到了 嘠嘠嘠嘋 說這個就是最終形態的聲音 嘔 嘟 嘩 噢 嘩 這麼短 現在就變全新了 上面 我又失望 我們又再再聽一次 現在又快點 就是這樣 讓我們再回答其他帽子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的聲音 加到超能C能 超人7號,我嘗試撞進去有沒有其他聲音 這有聲音 所以都快點令3個幣,我們一試試若非和主角卡只中移圖,看看可不可以 應該是不可以的 糟了,沒有聲音,不可以 好,這次就到這裏了,我們下條片 繼續超人2Z變身器 好,拜拜!